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路你看不见人影了 所以这叫一路绝尘 形容奔驰神速 庄子说夫子奔逸绝尘 而回尘若虎厚矣 调书袋 庄子里面就讲一路绝尘 美国就按照庄子说的一路绝尘 咱都看不见影 追都追不上 对不对 那美国之外还哪个国家有可能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对 足球之国 巴西 因为巴西这个总统啊 他处处模仿特朗普 不戴口罩 到处演讲 各种集会 表示说我年轻 我身体壮 我不怕 老头都不怕 我怕什么 你瞅啥 我瞅你 到处都表现得很横 你横 新冠肺炎病毒专制各种不服 巴西总统 傻了吧 新冠肺炎病毒阳性了吧 最近也不出来嘚瑟了吧 巴西疫情相当严重 对吧 也不排除巴西有可能四个月之后成为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因为从医疗调节来说 巴西是不如美国的 从科研水平来说 包括疫苗研制来说 巴西根本就没有办法和美国相比 但是呢 但是 据MIT的最新研究表明 这两个国家四个月之后 都不可能拿到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的金牌 这个国家应该是谁 这个国家应该是我们的邻居 阿三哥 印度 印度在2021年年初 可能会成为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就说一个指标吧 一天新增多少 28万7 你看 有零有整 一天增加28万7 全中国从疫情到现在全中国8万多 美国严重的说一天10万 一天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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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5万多 6万多 7万多 对不对 四个月之后 印度每天28万7 说这话的是谁呀 MIT MIT 大学最早知道万维网都是人家这发明的 这个大学很牛 研究机构很牛 它是和 还有什么斯坦福了 什么加加加加什么什么什么不克利了 都是美国工程科学界的领袖 医学也很厉害 流行病学研究也相当厉害 这么说吧 麻省理工就一个学校 你知道多少诺贝尔奖金获得选用的 这97个 这是去年的数字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要增加了 最新的一届诺贝尔奖货 有没有麻省理工的 我们没去查 就小100个 一个学校小100 我说了半天 我就说麻省理工很厉害 麻省理工发表这个报告 我们没有道理忽视 如果麻省理工警告说 如果没有有效的疫苗 不是说没有疫苗 而是说没有有效的疫苗 如果没有有效的足量的疫苗 这是两个前提 到2021年年初 印度日新增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人数 将达到28.7万例 远远超过美国 在这儿 MIT没有专门分析 各种复杂的信心 比方说 印度这个国家 你理论模型如此 可是你根本就没有检测条件 所以这个数字很可能 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印度 还跟中国过不去 还进TikTok 还进中国其他软件 还要在经济贸易上 跟中国脱钩 印度啊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自己的事还做不来 还惹一大堆麻烦 跟尼泊尔打 跟不丹别扭 跟这个老冤家 巴基斯坦 更是没完没了 四处出击 为了彰显自己什么都不怕 自己是老大 你不是老大 你是老三 如果是老大 那就是四个月之后 你成为疫情感染最严重的国家里面 排名老大 这个老大可不是什么 你想要的 我相信莫迪先生 不会想要这个结果 那大家感兴趣这个预测吧 感兴趣这个理论模型吧 那印度第一 谁第二呢 第二当然还是美国了 美国那个时候每天增加多少 跟现在严重的时候差不多 美国是比较恒定的国力 保持9.5万例 每天感染 南非上来了 南非日新增2.1万例 伊朗上来了 1.7万例 印度尼西亚上来了 日新增1.3万例 到四个月之后 全球的新冠肺炎的病毒感染者 将超过2.5亿人次 死到人180万人 据研究估算 全球实际感染人数 是目前已知的病例的13倍 死亡人数 则是已知病亡人数 再高出一半去 大家以前是不是听说过一个自然免疫说 群体免疫说 到那个时候这么多感染了 是不是就能实现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那个群体免疫了 MIT认为还不行 即便如此 所谓群体免疫所需要的规模还差得很远 这事你司马南说 这个消息来源告诉我们了 但是印度人民知道这消息吗 知道 印度快报报到了 英文版印度快报报到这件事了 但是印度人民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他们不太在乎 他们有自己认为有效的各种方法来预防 也有一些人持悲观态度 有个老头人称董王 董王一般来说态度总是乐观的 董王他多次说了 他对11月3号美国总统选起日前后比较乐观 因为什么 因为他说他坚信那个时候疫苗会出来 美国有个公司叫莫德纳公司 莫德纳公司说美国他对这个公司疫苗出来 抱着很大很大的期望 他坚信那时候疫苗会出来 但是最新消息出来 最新的消息对这位洞王金毛大统领心理打击够大的 老先生 挺住啊 挺住啊 这打击够大的 上周四他还说呢 11月3号他表示乐观 我坚信他们肯定会在大选前弄得疫苗 我确定就在选举日前后 热望望眼欲穿啊 坚定的相信是这样 金毛大统领的小儿子爱丽克草 在三个多月之前就曾经说过 我坚信11月3号疫情会消失 那神情啊 脸上长得雀斑的小伙子 神情跟他爹一样极度乐观 脸上表情继续舒展的 哎呀 我就怀疑你这爷儿俩 你说他们家是不是有什么独家暗器啊 这个独家暗器如果不是老头四个服用好张时间的枪绿魁 那你莫不然是消毒水 或者是到白宫里边来做法的那些人 如果都不是那就只能是疫苗了 偏偏呀 偏偏科学这个东西啊 常常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即使你贵为总统 贵为三军总司令 是吧 拥有特朗普大厦 拥有一大堆特朗普品牌 那对不起 疫苗该搞不出来 还搞不出来 搞出来之后 该不管用的还不管用 刚刚管用 疫苗它要变异 你也拦不住 它就是变异 总而言之 疫苗是不看什么总统脸色形式的 各位 如果这边是总统说话 那边是科学家说话 我不知道您信谁 我一般呢相信呢 科学家的观点和金毛大统领的观点放在一块 我倾向于 偏向于相信科学家 倒不是因为科学家怎么样 这个人怎么样 而是我们的现代医学科学体系啊 应当有基本的信任 有没有基本信任 这是一个人是不是有科学精神 有科学素养的标志 CNN报道说了 说他们上周五啊 就说到了这家的最牛的莫德纳研究所的 主要实验人员发送的一部分电子邮件的内容说了 说经过分析啊之后啊 专家认为 美国这个最有前景的疫苗 不可能在大选前后呢就准备好 博士直接说不可能 根本做不出来没办法做到 所以啊 对于做梦都想竞选连任的金毛大统领来说 疫苗在他最期待的日期出现 这太重要了 这相当于上帝派天使过来拯救他 所以他说 我坚信 我相信 真的是真诚意愿的表达 是主观的信念 然而疫苗究竟能不能在那个时间出现 出现之后有用没用 这是个客观事实 我说了 主观和客观如果不相符合 那么主观就必须让位 这就叫事实胜于形变的意思 疫苗科学家说很多很多困难 大家也听到了最近这两天 俄国说了 俄罗斯说他们的疫苗已经有了重大进展 我们中国几支疫苗现在已经用于二期临床了 临床的研究的效果是不错的 你说对这位老先生来说 对这位饱经沧桑的老先生来说 如果俄国 如果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先与美国搞出疫苗来 这是不是比较严重的打击 应该这么说 无论哪个国家研究是新冠病毒的疫苗来 那都是全人类的成就 人类的科学成就 都值得大书特书 中国已经有承诺 如果研究出来的话 中国的疫苗将作为世界公共产品 卫生公共产品 为全世界人民服务 为全世界提供服务 这是中国的庄严承诺 中国自有权威的人的承诺 街坊邻居咱们都过来看一看 中国是这么说的 美国是那么说的 这跟11月3号出来之后 我们有用 美国你看能不能把德国搞出之后 拿过来我们先用 大家比较一下 就中国的政要的表态 和美国政要的表态 是不是有天壤之别 中国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中国不但主张 而且身体力行 那就是真诚的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世界人类乘坐一条船 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中国人民的始终不遇的追求 好 司法党频道 今天就说到这儿 下期见